我希望把什么 把那个就是最后的结果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Jason档 那Jason档的话呢 刚刚看到的话 他是在网路上面 那长得就类似像 这样的结构 可是问题像这样的结构 如果你给人家的话 人家没办法接受 而且呢 他不知道怎么去抓这个档 那如果给人家的话 才造成他困扰 为什么 因为这怎么把它解出来 用资料剖析 你丢到Excel里面也解不出来 所以呢 这个恐怕还是要跑程式 就像我们刚刚的方法 但是如果说最后 你希望把这个Jason 变成一个Excel 可以开的档的话 那要怎么做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把它输出了 有没有 但是输出之后的话 这个东西怎么再把它存档 存成什么呢 存成一个CSV好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刚刚是一个Tab 可是CSV的话 这边可能会需要把 反斜线T 就是Tab键 转成斗点 因为CSV是斗点 分隔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每一个后面 可能要加一个换行 因为我们刚刚是用Print Print本身就是会自动帮你 在最后加一个换行 Enter 那如果说你要输出的话 这些都没有怎么办 那接下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输出成CSV 当然要改两个地方 然后再加两行程式 就可以解决了 那怎么改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Print直接Print 我习惯上是先不要Print 我先把它串在一起 我习惯用串的 那怎么串 第一个呢 我先把第一个栏位名称 用什么呢 C Print前面把它改成C等于 意思就是说呢 我先把后面这个栏位名称 串在哪里呢 串在这个C里面 C的话是一个字串 然后最后记得这边加一个反斜线N 因为我后面会需要换行 那Print会自动帮我换行 但是这边不会换行 所以我要自己加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Print怎么样 再加上C 因为我要串在后面的话 串在这个字串的后面 那记得怎么串 C加等于 对不对 那把后面这些东西串在后 最后挖5拿掉 但是还是有个地方可能要加 因为刚刚那个Print每一个都会加换行 可是这边有没有换行 没有 所以就再加一个反斜线N 这个一定要加 不然的话全部都串在后面 变成都没有换行了 这边是变成手动换行 接下来的话呢 我已经做好之后 最后呢 再把它一次Print 这边把它Print 其实结果当然看到应该跟刚刚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为什么要先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不做成这样子 你没办法把它输出成一个档 那输出一个档还记得吧 那个如果你忘记的话 你可以参考那个 合并有没有 全省邮局那一题 不过我们模式用A A是串在后面 可是这边用W就可以了 那怎么串 我这边FW 等于什么呢 Open 我是建议这个蛮值得记得 那档名叫什么 也许我叫Write Write.csv 反正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取 然后呢 后面逗点跟他讲说 我要用的是W模式 写出模式 逗点后面encoding 因为我要给Excel用 所以预设的话 就是那个CP950 其实就是ANSi 你就不要加 我们不要把它 你不要说再加一个什么encoding 等于CP 等于那个UTU吧 不用 那就是输出的话 就是那个微软的预设 就是CP950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怎么样 用这个FW怎么样 点什么呢 点Write 我应该还蛮好记得吧 Write什么呢 刮弧 把什么东西写出呢 把C写出去了 这样子他就已经把档案写出了 就完成了 所以我说两行嘛 OK 但是另外还有别的写法 像那个证照考试 也有用到别的写法 他用那个ImportCSV 用CFWrite 不过那个写下来 至少要写个五行十行吧 可是这只要写两行 所以用这一招 我觉得比较简单 当然 如果你们有兴趣 可以再去了解别的方法 那我现在就提供给各位 我觉得最简单的写法 因为我参考过很多种写法 最后发现这两行就好了 就寄两行的吧 你没事干嘛寄那么多行 你的脑容量也没那么大吧 没事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已经完成了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好 所以你会发现 目前Python应该是 有史以来所有语言里面 最精简的 OK 那他其实慢慢感觉就是说 他以后真的就 很多事情就是写个一行两行 好 你要汇个图表 有没有 写个几行 其实就跟以前 你汇图表差不多 你就是给什么 给那个坐标里面的值 有没有 然后呢 就是X轴 Y轴 然后给他 label 他要不要那些名称 然后什么 哪一种图表 出去就一个图表 那不就跟以前画图 Excel差不多 所以只是说你要把Excel的观念 转到里面 这比较重要 所以像 我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把你们本来有的观念 直接转过来 会比较能力懂 不然有些时候突然 跳出一些东西 你不知道的 你会觉得很慌 但我特别讲就是 我都讲你们以前都懂的东西 这样你也不用学一些新的 所以Jason 其实你就把它当字典就好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 不用 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换个名词而已 你就变成一个新的 我觉得也倒不用 永远都一些新名词 根本都是一样的东西 就有点像 换个标签 然后就重新上架而已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试试看 所以这个写完之后 那我要怎么得知说 它是不是真的写出去 所以执行一下 OK 执行了 它跑出来了 那所以跑出来 应该这个没有错误 那应该写出了 可是写出去的话 它会有个write 但是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看到那个write 请你在src上面按右键 有个refresh 有没有 refresh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有一个write write 就这个.csv出现了 就它了 打开来看一下 有没有成功呢 看到了 看到了 但是问题来了 它那个反斜线T 有没有 它变成它没有处理 而且没有帮我逗点割开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把它取缝 好了 可以把它改 那最后的话 就是说 因为这里面都是反斜线T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把那个 这个C里面 所有的反斜线T 帮我变成逗点就好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取代就好了 所以取代的话 这边后面只要补一个东西 取代 取代还记得吧 点什么呢 点replace 然后刮弧 对不对 把什么呢 把反斜线T 逗点取代成 逗点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理解吧 蛮好用的 以后就取代一下就好了 真的没有很复杂 大概就是活用 我以前你 很多编辑器也可以这样用 只是说 我觉得慢慢就是把滑鼠键盘的 那个动作 你要变成程式语法 我觉得应该是未来趋势 应该也回不去了 你说 这些有什么好处 不就视觉化很好用啊 可是问题很多东西就没有视觉化 另外的话视觉化要花钱啊 OBIS要花钱买啊 可是老板希望说以后都不要视觉化 不然请你干嘛 请你要视觉化 他说老板说我自己来就好了 就是请你来 就是要做一些非视觉 就是不要用滑鼠键盘 OK 这个应该也会 好试一下 执行一下 所以再把它write 因为它是w 所以它会复写过去 所以我们再把它打开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因为宽度不足 有没有 1234 这样其实就OK了 如果说以后 它要再做后续的啦 比如说它做枢纽分析啦 绘制图表啦 直接就在这边 把它另存新档 就可以OK了 至少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达到预期你要的结果了 所以待会XML也是一样可以变CSV 也可以到资料库 反正以后你要应用应该会 我是觉得应该可以跨出一步 至少你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在工作上派上用场的 好 而且我想要用别的工具取代它应该很难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其实真的没有很多行 就只有改几个地方而已 所以刚刚的话 如果你要把它 就是Jason 转出成 那个什么呢 变成CSV的话 那我大概就是改了几个地方 一 二 然后write出去 最后用replace 所以大概会有三个三个动作 就是5个動作